但是我也不是採訪過一個血癌的小孩 對 那個也是 我跟你講 血癌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它沒有任何的跡象 經常聽到有跡象 經常聽到很多是小孩得主的 對 而且我跟你講就經常是 就很奇怪啦 就因為我去採訪 因為大家應該很記得以前 就是有個電影就期待你長大 裡面也是有個小女生 就是那個演一個得到血癌的故事 記得嗎 就是王道演的吧對不對 但是那個小女孩後來長大也變藝人 我們一時忘了名字 那我曾經採訪過大概是六七年前 採訪過一個case 他是一個大概 國小二年級差不多八九歲吧 一個小女生 那我就覺得說 怎麼這個故事跟這個電視情節 電影情節這麼的像 因為他們家非常的窮 我覺得老天爺有時候 一個這麼活潑可愛的小女生 這麼孝順 那家就已經很窮了 你還讓她得這個病 因為這需要非常多的 所以賦予我的得病 沒關係你的意思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你會覺得說 那電視上演的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這個怎麼可能會這麼悲慘 但是它就真的發生在現實生活當中 大概八九歲的小女生 然後非常孝順 因為她媽媽 她爸爸就是跟她媽媽 就是生完她弟弟 之後沒多久 她爸爸出車禍死掉 那當然家裡的重擔 因為爸爸跟媽媽就是同時出車禍 爸爸走了 然後媽媽半生不遂 就是從此要靠輪椅 或是拐杖過生活 然後所以呢 這個重擔就落在阿嬤身上 阿嬤就叫你 撿這個濕荒這樣 那媽媽就批一些家庭手工回來做 那這小女生很懂事喔 她就是這個從幼稚園大班 家裡還有讓她唸書啦 尤其很大班 就會開始幫忙做家事啦 然後呢 這個媽媽行動不方便嘛 她媽媽就動口 妹妹去擦菜 媽媽給你擦 加幾個鹽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非常孝順 然後呢 也會幫媽媽照顧弟弟這樣 那就有一天呢 就是像剛剛去釣魚嘛 那她就是放學回來下雨 摟到喔 摟到後回來 然後回到家裡 晚上就發燒 那媽媽當然想說 就是因為淋到雨感冒了這樣 所以呢 就去這個藥房啊 去買退燒藥 退燒藥回來給她吃啦 那也是退不下來 又去買那種 人家有那種塞劑嘛 塞肛門的那種 要讓她退燒 退燒退不下來 然後才送醫就對了 結果去送醫呢 也是打點滴啊 打這種退燒的點滴啊 因為一般醫生他會先問說 到底什麼狀況 發病之前有發生什麼事嗎 對 那媽媽媽就說 她就淋雨啊什麼的 所以她會認為說應該只是感冒 但是因為去住院住了一兩天呢 狀況越來越差 就要驗血嘛 做檢驗 就發現她的白血球是異常 然後後來就檢查出來 就說是血癌這樣子 那家裡那怎麼辦呢 那因為她這個又需要很多錢治療嘛 所以我去採訪這個case 是因為學校幫她發起這個募款 因為她在學校 就是功課表現也都很好 所以學校就幫她募款 然後我才去採訪這個新聞 那我還記得就是說我到這個 因為她在林口的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病房 我去看她的時候 就是 因為你就看一個小女生 因為我們一定都會拍這個 她以前的照片多麼可愛這樣 那去看她就是已經是光頭 然後那個時候應該也是換牙 可是因為她做化療的關係 她的牙齒都掉光子 剩下幾顆這樣 她都不能 也根本沒辦法吃東西 就只能用留職的這樣 可是她就還是很堅強 她媽媽在那邊跟我們採訪 有媽媽邊講邊哭 那那小女生還叫媽媽說 媽媽不要哭 我一定會好起來 然後我還要買房子給你住 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自己在那邊採訪 都覺得很心酸 那然後就是這個新聞採訪完 大概回去差不多三個月吧 這個小女生就走了 她就走了 所以只有成一年 沒有啦 她就是從發病啊 三個月 從發病到走三個月 剛剛醫生講說那一天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說 哇 怎麼洗癌這麼恐怖啊 三個月就把一個小女生 就是一條生命就沒了 然後而且她的 因為她 我不曉得這個要請教醫師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說 像比方說我們講胃癌肺癌 她可能如果她沒有擴散的話 她就侷限在這些部位 我針對她來做治療 血液是全身的 但血液是全身的 所以她做化療 其實藥劑是非常好 那這個小女生 因為基本上 她都很健康 她試免疫力應該是 算不錯的 但是就是 因為這個白血球異常 那她的整個免疫力 是不行的 所以她做那個化療 她一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而已 頭髮就掉光了 幾個百年 她本來是長頭髮的 全部掉光光頭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血 一方面你覺得很可憐 這個故事 二方面是覺得說 血還這麼的恐怖這樣 因為我們想說像一般胃癌 可能還末期讓你撐個半年 而且你可能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你還可以回家 但是血癌是沒有辦法 所以她就是 邱醫師 為什麼會那麼快 不是 血癌是這樣 血癌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說 我們的血球 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那你血癌就是異常的 不管是紅血球 或是白血球 或是血小板的母細胞 然後她異常的增生變成癌化 變成癌化去 長得不受調控一直長 長後就把正常的那些血球 都壓下去了 所以你的病人 那血癌的病人 他可能裡面沒有正常的白血球 沒有正常的紅血球 沒有足夠的血小板 所以這種病人的話 就一下子細菌進來 比如說他有痔瘡 平常大便型患不好 一下子屁股 那邊破了一個洞 細菌就跑進去 就敗血症 就很快就走掉了 第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血小板很低 可能因為大便型患不好 一上廁所用力 腦出血就過世了 腦出血 對 然後或者是 因為他血小板太少 他沒有辦法 對 所以這個風險很高 但是這種病人就是 所以為什麼叫急性 就是來得快 那治療 假如你治療有效的話 他也是成績會很好 所以我們在裡面 所有的癌症治療 就整個來講 比如說你胃癌 肺癌 或是所有的癌症來講 就是所謂比較晚期 第三 第四期 跟血癌來比較 假如治療 可以化學治療會成功的 控制最好的 就是一個血癌 然後血癌的話 就也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你可能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人 可以控制很好 可是有三十到四十人 控制不下去 像這樣一下子 那為什麼那個癌症病房裡面 那個兒童癌症病房裡面 血癌很多 因為小朋友最常出現的 就是這個 是喔 小孩子的癌症裡面 這血癌是第一個 有浩花年齡嗎 我們癌症外 癌症就兩個 兩個浩花年齡 一個是連大 其實我最近也有一個朋友 他的小孩只有讀幼稚園 但是得到血涯 幼稚園 那父親當然是很著急 講實在話 而且家裡面也算窮 所以也不知道要怎麼找醫師 那為什麼六歲的小孩 讀幼稚園會得到血癌呢 那為什麼六歲的小孩 有時候